可是呢在现在这个时刻 哎有没有可能真的是 这个经济上面会有一些动荡 最主要原因是再来请亮哥讲一下 这个红海这边了 原因是因为在今年货运 大家说航海王会不会再回来 货运现在呢这个价格也是越来越高 最主要原因是受到了红海等等的危机影响 那当然啦 如果说这个地图在这边 如果说呢正常来讲走红海的话呢 他就是这样子走 啊现在没办法 现在要绕好旺角 所以说他的时间增加 当然他的运费也增加了 而且呢再来就是他的时间越长 那他不确定性当然就会比较长 那现在呢这几件事情结合起来 在凯达这边呢就直接的讲了 这个危机是什么 就是红海嘛 哎卡达这边就是说你哈萨不解决 红海的危机无法解 最主要原因就是刚刚呢亮哥讲到 这个胡塞组织这边 他们针对的一开始在红海这边 发动攻击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要生源 在加萨走廊这里的组织 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你会问了 以哈战争现在到底打到哪里 好现在呢其实以色列他们整个大军已经到南部这边 已经打完 而且收场了 说强度呢要减缓 可是他们的国防部长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说啦 说现在呢基本上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哎他们会说 未来会由巴勒斯坦人来统治加萨 也就是他们不会拿这个地方 但是到底是不是要完全撤走 其实呢他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空间答案 因为他说呢其实后续他们还没有讨论到 还有下一步还没有结束 但下一步是什么 还不知道 所以这整场的战事 现在你还不能说他完全结束 只能说现在呢因为真的是很惨 已经死了 呃两万四千人 好所以呢他们现在说 先让 呃在法国的斡旋之下 先让他们送一些要进去给以色列的人质 可这些人质还没有办法获得释放 那这场战事呢还持续僵在这个地方 也就让这一些 穆斯林团体啊包括胡塞组织 武装组织这些比较激进一点的 他就直接开始开轰了 然后呢美军直接回呛 因为呢在这货轮里面 也有一些跟美国相关的货物嘛 一个星期美军呢轰三次 但是仍旧卡不住他 而且胡塞组织还直接讲 太好了 我本还以为你不回应了 你打我之后 只要美国的 只要英国有关的货轮来 我就直接打 而且现在已经打到连 在这个雅丁湾这边 欸其实也都打欸 就是他已经不是只锁在那个 红海的这个区域 他们在外面点 雅丁湾这边他们都开始了 距离都打得到 对可是一直来 苏伊士运河的尾部都打得到 一直以来大家以为说 他可能就是focus在这边 没有他现在也是越大 本来是慢得很好 越来越外越来越外面 那这场就变成说 你这附近都会变成是一个 不确定因素 那之后怎么办 请教亮哥 你怎么样来看 现在的这个局势 嗯 怎么办啊 对啊 这这样有什么改革 不可能啊 现在还有第 不知道第几阶段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跟第几阶段 反正他就是没有要停的意思 他的联动就是以色列 你继续打架上火就轰红海啊 不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得到很大的正当性 我讲的是在阿拉伯世界 所以他不会缺少金援或军援嘛 对 因为那些有钱的阿拉伯国家 没有人敢出面嘛 那小弟们愿意出面嘛 你可以不给钱嘛 不给军火嘛 嗯 那你们每天在家里生气啊 说以色列怎么不赶快结束战争 可是你们没有能力将他结束战争啊 嗯 真正的大哥们都不动手啊 那小弟来帮你动手啊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沙特 沙特还讲说 如果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获得解决 他或许会承认以色列 他现在还在讲这个呢 这个就是两国方案嘛 以色列反对啊 对啊 讲这种都是空话 对啊 我跟你讲 他们有一些比较具体的 就是从 两三个 两个月前听到跟现在听到 一样呢 标题好像没有多大差别呢 这个军事只能用军事处理啦 用外交没有用嘛 你没有兵 你出不了兵喔 嘴巴讲没有用啊 中国够大了吧 中国斡旋多久了 还在安理会通过决议 有用吗 照打 因为中国大陆在中东没能力出兵嘛 对 这很现实嘛 是 在中东有能力出兵的国家没几个嘛 一个叫伊朗嘛 嗯 一个叫俄罗斯嘛 嗯 一个叫土耳其嘛 嗯 请问你们愿意出兵吗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埃及嘛 埃及是最大的受害者啊 对 苏伊士运河就是你的收入啊 对 你怎么不出海军来护航 嗯 对啊 你为什么不保护你的苏伊士运河 他有加入那个啦 美国不是又成立一个什么什么护卫队吗 这不好嘛 因为主要的军舰就美国跟英国嘛 嗯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 因为美国跟英国后来对 对 胡赛武装的阵地做空袭嘛 是 可是美国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嘛 因为军事上可以解的方法只有两个嘛 嗯 一个就是以色列领停火嘛 对 那我这边就停火了 是 那另外一个是 美国直接地面部队嘛 那把他胡赛武装 赶离海岸线嘛 就是跟你正面对决 对 你用空袭的没有用啦 因为你 空袭一走他又回来了 因为他是一个短角轻薄的游击站嘛 他用火箭弹 用无人机 用小艇 在骚扰货轮啊 那货轮怎么敢来 我干嘛赌运气啊 那结果 因为美国去炸他嘛 他火大就对美国一个货轮开火啊 就炸一个洞啊 是 对啊那 那对货轮来讲 不管英国或美国的你敢来吗 炸那个洞请问谁赔啊 对不对 只有意外险啊 意外险啊 那他现在变成送货期至少延两个礼拜嘛 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代工的厂不接订单啊 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交货啊 那我做了 那万一有时效性 订单不能旅行啊 对不对 所以人家就停工啊 所以我跟你讲中国也是很困扰 那欧洲也是啊 欧洲就在那边想说我要不要下订单 因为有时候我要的是吉丹啊 对 结果你一个月之后才来啊 哦怎么卖 对 就是这个已经产生了销售上的困扰 制造上的困扰 嗯 那这个 你刚讲那个运费的提高那只是小部分嘛 是 对啊 这整个经济都受到影响了 对 逐渐的 逐渐慢慢的 它不是那么快 可是就是慢慢慢慢 因为它也会塞嘛 大家好旺角这边你开始在思考说 天啊全部来我这里 那我这边有办法消耗吗 我可能也会塞港啊 而且我跟妳讲 我可能也会没办法 而且我跟妳讲好旺角那边的本名啊 嗯 不是叫好旺角 哦那叫什么 就是 我跟妳讲有时候你去看到好地名啊 嗯 通常就是那个地方很坏 啊 哦真的哦 我就是用这个来刻它 洗白是不是 要洗白 嗯 好旺角叫 那个好旺角是good hope 嗯 嗯 它的原名叫暴风角 哦 那个地方非常危险 暴风雨 对 嗯 它的原名叫暴风角 所以船开那边坦白讲 是很辛苦的 而且你往上开经过西非 嗯 那个吉内亚那边 是 那边是整个非洲地区 海盗最多的地方 这一块 对 嗯 它的海盗跟索马利亚在东非 其民啊 嗯 嗯 就是以前可以稳稳的走 现在没办法 因为索马利亚已经被封住了嘛 嗯 因为吉布迪各国来设海军基地嘛 嗯 所以索马利亚的海盗现在不敢乱来嘛 是 所以以前这边是温温啦 对 没什么事情啦 那你现在变成要走海旺角 海旺角常常有气候不稳定 洋流不稳定 然后要往上经过吉内亚 奈及利亚那边 那边一大堆海盗啊 嗯 就这样啊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另一个讲法是说中欧班的 哇现在贪到啊 就全部都靠它吗 可是这样讲也是不够 不这样讲太简单啦 太简单 嗯 因为这个船运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大宗物资 对 就能源嘛 粮食嘛 钢铁 或者是很重的东西啦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 这个比较轻的民生用品 嗯 那它是薄利 所以量一定要很大 对 不然会亏钱 嗯 所以中欧班列对这种项目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中欧班列通常送的东西都是高价品 嗯 就至少是中高价品 才划算了 你因为你再怎么运 都没有穿到啦 嗯 比如说你要运我们随便讲 因为这是货柜船嘛堆叠的嘛 比如说你要印衣服啦 纺织品啦 衣服就是利重很低嘛 就是便宜的衣服 对 所以你要运量很大 嗯 你才会赚钱啊 嗯 那衣服没有人在运中欧班列了 中欧班列可能是运什么 这个比较好了啦 比如说笔电啊那种的 嗯 比较贵重的 比如说韦波炉啊那种 你知道吧 中欧班列已经莽额了啦 对 可是不够 不够用 还远远不足 远远不足 哦 所以因为中国大陆的因素是综合的嘛 是 他就全球供应链 因为他是制造大国也是贸易大国 然后 中欧班列你赚到钱没有错 可是总的来讲还是亏钱 嗯 因为他要运到欧洲漏货就卡住了 对 所以 所以中国大陆还是不希望这里发生事情 是 就是 就还是希望能够解围啦 可是解不了 因为他是跟 加沙那边联动的 嗯 那结果现在 各国的货运公司发明了一招啦 嘿 就雇佣中国船员 对 他们就在自己的 因为他们说有个什么 航日表还什么的 然后那边呢基本上他只要写上他是中国 他们就觉得说 诶这样子比较不会被打 真的有差吗 这个 有差 有差喔 真的喔 对真的有差 那 中国船员甚至 因为 他当然不能挂中国旗啦 可是就是说 他还故意去更改航程表 对 说他没有要去以色列 嗯 现在基本上是埃及喔 你看这次王毅不是去埃及吗 对 我觉得 他选择埃及也是很 很刻意的啦 嗯 因为埃及刚加入金砖嘛 是 所以礼貌上也去拜访一下 可是刚好这个时候有红海问题嘛 那中国跟埃及的立场完全一样 就说 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啊 就是 那个 鲍勒斯坦人的问题跟 红海的问题 就是 损失最大的就是埃及啊 对 苏伊士运河的运费现在都没啦 是 所以他可能会出来斡旋啊 就是说 欸开到欧洲的你就不要打好不好 你只打去以色列的啦 最好是有办法他会分得那么清楚啦 没有啦没有啦 那个航程表看得出来啦 嗯 因为 那个国际航程的那个船表 船表 那是公开的资料 嗯 就跟飞机一样 嗯 飞机你不可能说随便给人家改航班啊 所以他打得 叫他打得準 重点是你要看得到那个资料 嗯 他是打火箭弹 或者用无人机去打嘛 所以他先为锁定 然后他可能用小艇去确认 确定 是不是这一艘 那就先确定这一艘 对一对资料嘛 是要去以色列的 和系这样 那他现在是有点不分青龙照白 就说 你美国跟英国来打我是不是 只要是美国跟英国的船我就打 是 就是他要去美国跟英国的 然后或是美国英国寄出来的 或是那个是美国英国的货轮 反正就只要跟他们有关 他就打就对了啦 呃不是不是 打船主啦 船主 他上面的要去的跟他没有关啊 因为船是这样 有船主 但他就打了一个希腊的啊 还有那个是经营商 嗯 那是经营商 那船主 就是看那个希腊的 你指的是 他是经营商是希腊 还是船主是希腊 嗯哼 那或是船主 嗯 一般啦 营运的 那那个 船要有人来管嘛 所以就会有一个经营团队来嘛 嗯 就是这样 那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譬如说像美国 譬如说科牌他们就直接讲了 因为他们石油能源的嘛 他们就直接讲 我们家就不是不经过这里了 然后呢 那个风险太高了 对风险 因为你被打到就爆炸啊 炸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 呃拜登政府现在要打算再把胡赛组织 列为恐怖分子 这个没有用啊 有用吗 没有用 我就想问他一个礼拜打三次都压不住他 没有用嘛 你列为恐怖组织他还不是住在眼睏 可是那你想想看 这个对拜登选举 其实他也是会有影响的啊 他对他的国内经济也没有比较好啊 那他有办法 我就想问嘛 不这两个是联动的 所以你绕来绕去啦 绕来绕去你没有办法 那就是你该该输嘛 我跟你讲啦 川普他一定主张 我就出兵 因为共和党是狠挺以色列的 李平处长分裂嘛 所以我跟你保证这个议题 如果到了六月还没解决啊 川普一定主张出兵 把胡赛武装给消灭啦 至少把他打退 共和党一定这样主张的啦 我跟你保证啦 你觉得拜登就是 这样也不要这样也不要 可是拜登是在怕什么 就是他打胡赛武装 那他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撤不出来啊 那这样岂不是等于战争扩大吗 他自己也撩柔可以这样 是啊 而且胡赛武装后面还有伊朗 是 我搞不好就又从黎巴嫩真主党那边开打了 是 那这样战争不是越来越大 或是 因为加沙战争有三种规模嘛 一个就是在加沙打 对 一个叫做代理人战争嘛 是 就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打 对 叶门 还有伊拉克圣城旅 嗯 这些 这个叫代理人战争 嗯 第三个就是伊朗也进来啊 嗯 其实伊朗进来就是叫区域战争 嗯 所以我们分成三个 规模来看嘛 是加沙战争 还是代理人战争 还是区域战争 那拜登就是 他很早就 下了使命令说只能是加沙战争 加沙 代理人战争都不允许 大员不行 不允许 嗯 就是锁在这个地方就对了 对 不要让他蔓延出来 对对可是 坦白讲 可是我们现在也直接去打了就是 叶门那边啊 所以 没有啦 所以我才说 常常有一些介于灰色地带的犯规动作 他那天也给人家炸伊拉克的民兵啊 对啊 那以色列不是去炸黎巴嫩炸死哈马斯的 二号人物 是啊 那这个就不算吗 这个就是算啊 可是灰色啊 嗯 因为我没有真的打啊 我是碰一下又 又 进去又出来 又停了 又停了 他也没进去啊 他用捣蛋打的 对啊 这样不算吗 好啦 好啦 说不算就不算啦 政治有办法这么清楚吗 好啦 好啦 这不是法律啊 不是非黑即白啦 还是有一点灰色灰色这样子啦 但是其实 讲到这边 就当然啦 在欧洲 抛刮了 这个乌克兰战争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也还没有到一个停歇的地步 甚至普丁在今天讲话 又开始让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 那包括了 刚刚讲到的夹塞战争 战事一直在进行当中 大家想要希望他缓和下来 希望他停火 好像都很难去完成这个使命 好大家就开始在想咯 说世界上千千万万不要找第三个地方 南海这个地方呢被认为说是非常有可能是下一个 好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这边确实局势紧张啦 就是大家开始分队战队嘛 那目前呢就为了化解这个紧张局势 其实呢这个长久以来他们都有一个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小组会议 之前呢是在日本办的 今年留到在中方这边办 大概30个国家70名代表与会 讨论的就是如何修订海外海上的意外规则 要防止的就是擦枪走火的危机 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在菲律宾这边 应该就是那个老大哥美国持续的在给他撑腰啦 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在讲啊 说我们这些九个岛礁战事要 军事要能力要能够升级啊 这边都不能助人怎么办 我们希望让我们绝对能够 有啦 中叶导有助人啊 他有说啊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啊 我知道那你就去施工嘛 对啊要施工要全面让大家能够助手啊 他没有钱啦那是吹牛啦 军舰啊要再增加雷达啊 是啦你去装嘛你去装嘛 对啊加日本呢 日本要开始跟我们呢来这个相互准入协定啊 之后我们也许可以来互相部署军队啊 有日本有美国给我靠山我觉得我OK 你觉得这边会有什么样的 在今年会有其他的反应吗 不会因为他实力太弱 不成比例是呀 完全不成比例 福利宾的军费是多少你知道吗 福利宾2022年的军费只有32亿美金 那去年变成40亿 那台湾 台湾在蔡英文特别预算采购之后 大概是150亿 中国大陆是2500亿 你福利宾到底要打什么 你福利宾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啊 你怎么打 你的军舰可不好还没射到人家 人家就已经打到你了 是 那你那个海警船这么小只能干嘛 嗯 所以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唐臂党鞠啦 这也不是唐臂党鞠啦 因为鞠也没有要打你 是 超美人鞋缸啊 超美人鞋缸啊 超美人鞋缸 超美人鞋缸 国语怎么讲 超蟒都工鞋嘛 没有啦就是炸蟒啦 炸蟒 炸蟒在那边 在那边 在攻鞋的面前 在那边耀武洋威嘛 这个本身就是个笑话嘛 也不知道干嘛 嗯 你 也没有战术目标 也没有战略目标 嗯 就是变成一个猴戏啦 你知道吧 连菲律宾 它 因为我看了一些菲律宾报纸的 一些資深的專欄作家 都認為小馬可是 簡直是讓菲律賓丟足了臉 就這樣 就你是在做一些很幼稚的行為 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就好比說台灣跑去 福建沿海說 你要幹嘛 你能反攻大陸嗎 就是有點類似這個意思 但是在菲律賓這一塊 因為他持續的他在南海這一邊 他還是希望能夠 能夠跟中方校正 我可以這樣講嗎 我認為他是 沒有啦我跟你講政治人物 有時候講話是為了轉向用的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說 仁愛交黃岩島我以後就不要去了 沒有助手的我就不要去 我可以理解成這樣嗎 我就轉到我已經佔領的地方 那他的 表面的理由是要來做軍事建設 你知道嗎 所以當我看到他說就是 以前就是比較在內政問題上 我現在希望能夠把他轉到 國防問題的時候 可能是他其實就是守在那個 有助軍的地方有助手的地方 然後還沒因為那個不可能讓他建設嘛 沒有是他的島啊 是他的島可是問題是 譬如說像那一艘船他怎麼可能讓他 反正是仁愛交嘛 所以他意思就是他不要去搞仁愛交了嘛 他要來搞完全是屬於他的島 大概是這意思啊 可是他軍方不能認輸啊 不能認慫啊 所以他就說我們決定 要在我們所佔領的九個島上 開始做軍事建設 這樣妳聽懂嗎 這個事實上是一種轉進啊 我沒有讀懂他裡面的話就是了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軍事外交啦 他要轉 軍事外交轉 然後看看他還能夠在什麼 立即上面繼續的來跟他的這個 好盟友們 隊長們來說你看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我努力的在做這樣子 沒有就是仁愛交跟黃衛導他就暫時忘記了 但是他在中葉島會持續努力 中葉島本來他就佔你啦 對啊 OK好那西太的這個部分 未來到底會怎麼樣 因為在美國現在看到第三艘的航母 現在也把他開過去了 那當然啦其實呢在今年他們 這個雷根號會先回來嘛 那會不會就是 其實雷根號回來之後呢 這個卡爾文3號他們就會在 一直在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一次突然之間三艘都在這裡 是有什麼樣的輪替 還是有什麼樣的準備 在西太平洋這邊 持續大家還是在關注的是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整個大區域 大家的和平繁榮跟穩定 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你放心 沒事啦 拜登要選舉 你不是說假成年假成年 我就怕你 假成年是台海啦 台海喔 南海本來都打不起來了啦 那個還是去擔心 烏克蘭跟那個以色列比較實在 OK 好今天呢非常感謝亮哥 今天呢非常感謝亮哥